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把中央和地方的防疫人员 还有航空机组员等范围都列入其中 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了国内 新冠肺炎疫情 新增一例死亡确诊个案 这位案889是本国籍的60多岁男性 有慢性病史 一月份确诊入院治疗 二月解除隔离 但还是因为其他疾病持续治疗 直到4月8号病情恶化 急救之后不治 这已让不逃群聚感染事件 累计两人死亡 群难累计确诊死亡人数打11人 为了加快疫苗的接种时程 指挥中心宣布 从12号开始扩大接种范围 包含了中央和地方的防疫人员 还有航空机组员等对象 不少地方首长也表态愿意接种 新北市长侯友宜 年转五八点多施打 至于目前台湾取得两匹AZ疫苗 将会在五月底和六月十五号到期 指挥中心表示疫苗有效期限 具有展延性 但专家是提醒 展延有效期限 并非单方面就可以做决定 除了AZ疫苗可能产生的血栓副作用 现在交通疫苗也传出 有异常血栓个案 李宾颖认为 这一类案例没有办法立刻判断英国关系 未来还需要观察评估 台北参访报导 尽管肺炎AZ疫苗是陆续传出血栓争议 也让许多国家开始来思考相对应的措施 在欧洲国家有不少的政府官员 是出来信心喊话 鼓励民众施打 至于在美国方面 照脸书总部是开放的部分区域 来当成疫苗接种者 医护人员从瓶中抽取出疫苗 继续为民众施打 尽管AZ疫苗陆续传出了血栓的 严重副作用个案 但为了防堵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很多国家还是鼓励民众接种 在法国也出现不少60岁以上的 因法族施打 虽然在体育 区域管可以看见大约数十位的民众 来施打AZ疫苗 甚至和民间等待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人潮 相比相对较少 英国政府官员和专家也向民众喊话 希望大家对新冠疫苗有信心 不止在欧洲 美国的疫苗施打作业也持续进行 位于加州 梅罗帕克的脸书总部 开放部分区域当成新冠疫苗的接种点 但主要是以莫德纳和交生疫苗为主 连出在星期五就宣布了这一项疫苗接种行动 同时还会和其他的分引力组织合作 为加州四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提供移动疫苗诊所 至于在德州理工大学的棒球比赛现场 也出现疫苗施打服务 五百剂交生疫苗吸引了不少球迷 前往施打 为了提高疫苗的接种比例 各地单位不遗余力 希望可以从多方管道防堵疫情 这场言军王心中整理报道 长命毒期一型重症 耗发于六岁以下的婴幼儿 要断疫苗是在今天宣布 长命毒期一型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 解盲成功了 要立平明年上市 只要出生满两个月就可以来施打 要分析临床试验的数据 前证出它的保护力是超过百分之九十七 粗估台湾的市场需求 大约每一年会有一百万剂 高端长病毒七十一型疫苗 三期临床试验顺利完成 在台湾和越南完成三千零六十一人受试 出生满两个月的婴儿即可施打 未满两岁施打两剂基础征绩后 第十二个月再追加一剂 两岁到六岁则是必须施打两剂 间隔两个月 分析临床试验数据结果 施打两剂疫苗一个月后 以及六个月后 保护力都超过百分之九十七 业者表示 临床试验顺利 过程中并没有严重副作用 只有少数受试者 有施打部位红肿 或是轻微发烧等 常见疫苗副作用发生 数据解盲后 保护力符合国内加速核准机制要求 公司将尽快完成临床试验报告 向卫福部食药署申请新药查验登记 上市许可 依照过去新疫苗上市惯例 初期可能先投入自费市场 业者分析 肠病毒七十一型重症 耗发于六岁以下 应幼儿 目前亚洲已上市的肠病毒疫苗 仅有中国制造 高端预估自家肠病毒七十一型疫苗 上市后 会比中国疫苗更有竞争力 主力国际市场 瞄准东南亚 预估可年产三百到五百万剂 今年八月 预估是会有责爱藻礁 还有反莱猪等四项公投成案 总参议文在上午的时候 是召集了府院党团高层 会商公投因应策略 最后决定是行政院和立院党团 都不提对案 但是绿营立委就担心了 冷处理的话 会难以反制国民党动员 周日一早 一辆又一辆黑色座车 开进总统府官邸 行政院长苏贞昌 副总统赖清德 及立院民进党团高层 一早就聚集在总统府官邸 正式因应八月 四项公投对战即将成案 总统蔡英文邀府院党高层 县市首长会商因应策略 结果达成行政院及立院党团 都不提对案的共识 那大家都认为 基于执政的责任 必须要把这个资讯完整 公开的那么摊在阳光下 那才能够达成公民社会 这个理性讨论的效果 今天的这个结论是没有要提对案 八月二十八日公投在即 目前有四项公投达到联署门槛 即将成案 环团发起的真爱藻教公投 国民党发起的反萊猪公投 以及公投榜大选 还有重启核四公投 尽管行政院以明确表态 没有要提出对案 不过也有律令立委忧心 冷处理难以反制国民党动员 对于基层动员会比较辛苦 我也建议党部要提供更简单易懂的 澄清档案 方便我们在地方解释清楚 正爱藻教公投领衔人潘中正 则乐见府院不提对案 但仍希望有机会与蔡英文苏贞昌等 有权利的人面对面沟通 以及举办有法律效力的听证会 他们不提对案的话 就可以减少社会成本的支出吧 要继续对话的呢 其实是总统府方的总统 他们是有权利决定这个方案的人 那这样的见面才有意义了 下午蔡英文出席白沙屯妈祖尽教仪式 没有回应公投议题 只呼吁面临缺水时期 团结共渡难关 总统府发言人张东韩泽表示 总统指示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必须负责任 亲全力向社会各界说明 记者张鼠云陈淑敏朋友组合报道 换人地检署在侦办太鲁阁号事故 检方证实经过DNA比对 巴黎难者下修为四十九人 包含外籍人士在内 全数核发了香烟尸体证明书 也把遗体交由家属来领回 而检方也对于征讯李逸祥等人的说辞 来进行交叉比对 不排除还有进一步的侦查作为 协助受伤的乘客赶紧离开列车车厢 送医急救台铁太鲁阁号事故发生的当下 救援时间紧迫 而花连线警局的王祝光 这是第一位赶赴现场救援的远警 由于当天是清明年假 原本巡视交通状况的他 接获事故消息二话不说 立即赶赴现场 抱着能救一个算一个的使命感 协助受困乘客脱困 除了警消辛苦救援 花连地检署则是记忆侦办全案 由于事故发生后 怪手停放在转弯下坡处的画面曝光 显示李逸祥疑似操作怪手 想移动卡在速从的工程车 没想到工程车却掉下编拨量货 检方将依据先前 征讯李逸祥等人的说辞 交叉比对 厘清前因后果 而检方也证实 经过DNA比对 罹难者为49人 全处核发相验尸体证明书 遗体交由家属领回 目前已经将由家属领回来处理 而为了解决花东民众的反加难题 台铁局表示 新采购六百辆EMU三千型 成绩列车 六月后将陆续到位 将采用每列车 十二节车厢的大编组 优先投入东部干线的营运 预计整体运能 将大幅增加四成以上 解决花东一票难求的问题 记者陈嘉欣 陈昌伟 温家凯综合报导 水情没有好转 在中部地区的水库水位 是持续下降 自然说目前在台中 苗栗和北张化 有实施公五停二分区限水 但未来的节水措施 可能还会再加盐 如果要提升到公四停三的话 有不少民众认为 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经济部依然在讨论当中 地方政府也希望中央 可以做好配套 降低民众的生活不变 专家开门准备营业 目前台中苗栗北张地区 实施公五停二分区限水 不少业者都已经准备 储水设备 减少停水造成的困扰 不过现在水情未见转好 未来节水措施可能再加盐 民众大都觉得 如果再加盐 日常生活会造成更大影响 经济部长王美花十号表示 公五停二的措施 希望至少撑到五月底 但由于中部地区水库 水位持续下降 村流水流量也大减 若水情还是持续无法转好 节水措施也可能再提升 如果在六月份水情人未转好 是否将节水措施加盐至公四停三 因为冲击相当大 经济部仍在讨论 主要还是要看降雨情况 台中市政府则希望中央 能降低限水措施对民众造成的不便 台中市津巴局表示 目前已经要求各级学校 机关和医疗院所 除了节水 也要添购设备除水备用 但如果水情持续严峻 也只能配合中央政策 而周日东北季风减弱 水利署研判山区 有午后热对流降雨机会 在下午一点半 于石门 宝二 增文等水库 同步进行人工争雨作业 不放过任何一个降雨机会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此事隔天 各地是以四十一箱礼炮来致敬 而葬礼预定是会在十七号下午举行 旅居美国的哈里王子 也会返国来奔丧 至于她怀孕的妻子梅根 不会同行 英国从伦敦塔 到卡蒂夫城堡 到爱丁堡 直布罗陀等多地 以及海上的钻石号 与蒙特罗斯号皇家海军舰艇 当地时间十号中午十二点 以最高等级的四十一箱礼炮 向九号辞世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夫婿 菲利普亲王之敬 民众络绎不绝 前往温莎城堡献花之翼 足球等体育赛事之前 举行了默哀 各国领袖表达哀悼 澳洲等大英帝国成员 也降伴其名礼炮致敬 女王的长子 威尔斯·庆王查尔斯 对外简短表达感谢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预定4月17号下午3点在温莎城堡的圣桥治礼拜堂举行 仅限三十位哀悟者参加 他的后事早就已经规划妥当 但受到疫情影响必须缩小规模 届时将依据他的心愿 以皇家礼葬而非国葬的方式举行 仪式举行前全国默哀一分钟 结束后 菲利普亲王就要长眠在圣桥治礼拜堂的地下皇家墓室 去年决定卸下第一线王室公职 旅居美国的萨塞克斯公爵哈利将会回国奔丧 参加祖父葬礼 但他怀孕中的妻子梅根 则因为尊崇避免旅行的医嘱而不会同行 公日新闻是会中编译 中国当局宣布 对于阿里巴巴在网络的零售平台二选一垄断行为 要开罚一百八十二点二八亿元的人民币 以成为中国反垄断法的最高罚款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0号宣布 针对阿里巴巴在网络零售平台二选一的垄断行为 开罚一百八十二亿两千八百万元人民币 约新台币七百九十亿元 创下中国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最高罚款 二选一垄断的定义 指的是网络平台利用优势地位 采取不正当手段禁止中小商家 在其他竞争平台上架 借此滥用市场力量 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中国监管单位除了对阿里巴巴 寄出开罚手段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更发出行政指导书 要求阿里巴巴进行全面整改 并连续三年提交自查报告 阿里巴巴则声明表示 对处罚诚恳接受 坚决服从 香港分析院指出 针对阿里巴巴年度销售4% 所寄出的罚款 对此影响并不大 但比市场最夸张当时股 就销售额一成来说就叫做少 所以某程度上 金额就不算了 真的很多了 学者分析阿里巴巴能形成 今日的垄断市场地位 也是中国政府特许下造成 因此这次的大动作财阀 显见是中国选择性利用反垄断法 作为政治警告的手段 继续调整理报道 泽永参议文预估在十三号前往高雄 主持海军两栖运输舰 御山舰的下水典礼 专家分析 海军先前发生了庆赋案 又因为中科院在研发院之上 还有待和军方来沟通整合 所以导致现在出现的大型作战舰 没有下文 国舰国造延宕的情况 但国防部是强调 会贯彻国舰国造政策 国舰国造是民进党政府 国防自主政策的重点 总统蔡英文预计十三号 南下高雄 组织海军新型的两栖运输舰 御山舰的下水典礼 海军以超过七十三亿的预算 投入建造 由台船得标 由中科院进行全舰武器 及飞弹系统的组装 预计明年交舰 担负南海及外岛的运输主力 不过这次只有非作战工人的 两栖运输舰交差 也引发国舰国造计划 是否延荡的讨论 国防部强调 都有持续贯彻国舰国造政策 不过军事专家观察 海军先前发生庆赴案 筹建猎雷舰计划 胎死不忠 种种因素 确实导致国舰国造计划 推动不易 军事专家认为 除了庆夫案的冲击不小 负责研发的中科院 是否有研发能力不足的疑虑 或是与实际使用武器装备的海军 在使用认知上 是否存在有落差 都是国境国造政策上 有待整合及提升的重要关键 记者陈嘉欣 陈昌卫台会报道 高耸新轨二届的美术馆和大水路段 在过去曾经因为争议停工 不过在四月七号 已经环差评估通过了 但下午的时候 有数十位的居民是再次陈勤 指控轨道北移 会让日数成瘾的人行道消失 也可能会造成三百多棵树木死亡 希望轨道可以再往北移到停车场 只不过市府也说明了 如果再往北移的话 可能会隐藏到生态 会再和民众沟通 新藤树木被砍如同砍头 纯形居民奋的剃光头抗疫 详细美术馆整排绿树成印的样貌 可能因轻轨行经全变了样 难过到流下眼泪 只移六十棵树 我跟你讲我不相信 每个地基都要一米一 你才可以支撑这个轨道 我就不相信 这些树根是听着你生长的 只往下长 不往旁边串根的 东雄轻轨二街美术馆大顺路段 这个月七号环差通过 规划让轻轨不再占用马路 而是北移到美术馆旁人行道 但这规划仍让不少民众不满 质疑会毁了人行道 沿线三百多棵入树也恐将被破坏 你只要把轻轨北移进来 你在北移进来十公尺二十公尺都好 我们只希望能够保留 这些那么漂亮的绿运人行道 我们的计划所追求的 都是我们所谓的公共的利益 这个公共的利益 绝对不是只有少数人来做决定 网顾民 网顾民 中日下午数十位居民出面陈勤 要求轻轨在北移二十公尺到美术馆停车场 不过市府表示若照民众要求 恐怕得轻一百三十一棵树木 也可能影响当地萤火虫及临近凤头苍蝇的栖息地 对生态造成伤害 其实移到里面去整个树木的数量也好 或者是对于漆地或者对于一些生态的影响会更大 冲击会更大 高市府回应轻轨二街从107到109年办过至少44次公听说明或会刊 也做过民调 市府认为当地接受轻轨的人占比六成五比例很高 但对反弹民众的声音还是会努力沟通 记者王庭梦昭全高雄报道 嘉义梅山一间公庙的静商团 在10号准备静庙的时候 一次有一名南乡客 他走在炮舰当中 结果被炸伤了 群身有高达45%是二到三度烧烫伤 有生命危险 消防局指出 延防鞭炮只要超过法令数量的30倍以上 就必须要提前报备 并请同仁到场来警戒 目前正在厘清案情 地上铺满鞭炮 静香团抵达时 鞭炮开始点燃 但这名五十六岁男性相克 才往前走没几步 就被火光与鞭炮包围 最后被鞭炮烧伤 消防队接获通报 立刻将人送往当地慈悸医院 院方表示 男子有全身百分之四十五二到三度烧烫伤 有生命危险 十号晚间家属紧急转院到彰化基督教医院 能超过十公斤超过九公斤得请消防局到场戒备 目前正在调查 厘清鞭炮燃放的行为人是否有事先申请 以及燃放鞭炮的数量 记者王庭梆昭全嘉义报道 海军署第三岸巡队九号在彰化的洋子簇大排出水口的沿岸 是发现到一具蛛尸 由于四月初在新北市的海岸才发现到有非洲蛛瘟的死亡蛛织 所以相关单位是不敢大意 立刻通知了动物防疫所到场来检验 现场检验结果出炉 只是虚禁一场 海巡人员九号清晨六点 于彰化洋载错大排出水口北侧进行巡逻时 在提案边发现一只死亡的蛛织 海巡人员赶紧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也一程序马上通知彰化县动物防疫所人员到场处理 人员抵达现场后 立即依防检疫标准作业程序 请现场人员穿着防护衣 并拉起封锁线管制人员进出 彰化动物防疫所人员至现场后表示 未避免因移动蛛织导致病毒传播 现场采样后立即焚毁与消毒 彰化县动物防疫所人员到场后 先进行死亡蛛织的测量记录 并现场进行采样送验 而为了避免移动蛛织造成不必要的传染风险 现场也将死亡蛛织进行焚毁 并将环境彻底消毒 这个月四号海巡人员在新北海岸 发现了死亡蛛织 非洲蛛织的检验呈现阳性 是台湾第一例 这让彰化县动防索人员不敢大意 紧急化验九号采取的检体 十号检验结果出炉 索性呈现阴性 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记者 邱紫辈 彭安群 藏环报道 接下来提供您各地的气场资料 北部是19度到30度 中部是20度到30度 南部是21度到32度 东部是20度到28度 外岛是17度到27度 来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和高屏地区是敏感等级 竹苗到原家南都是普通等级 一栏花都良好等级 外岛是普通等级 感谢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